第282集 觉醒 被四面环山包围的老宅子显得轻微宁静 但是此时却是人声嘈杂 不少势力的人三三两两地在一起聊着 而在北风这话一说出口 不只是曹伟庄就连聂青城都愣住了 没有想到北风居然这么不同人情世故 好 很好 还没有人敢这么对我说话 曹伟庄的脸色彻底阴沉下来 一身内劲已经提了起来 整个人如同叙事待发的豹子一般 曹青城暗道不好 一个闪身挡在北风前面对着曹伟庄说道 住手曹伟庄 今天是我聂家的重要日子 不准在这里动手 你也要护着他 好 今天是你们聂家的重要日子 我不出手 你护得他一时 护不了他一世 哼 曹伟庄冷恨一声 拂笑而去 走之前 看向北风的眼神充满了杀意 在曹伟庄的心里 北风已经上了自己的必杀名单了 先不说 他居然敢呵斥辱骂自己 单单是与聂青城走得这么近 就是自己铲除的对象 聂青城快速地对着北风说道 你等一下快走 这人表面谦和有理 背地里却是心狠手了 你刚才扫了他面子 他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北风却是毫不在意 蚂蚁一般 也赶来自己的面前蹦的 直接粘死就行了 没什么事情 你也可以离开了 北风抿了一口茶 不夹杂一丝感情的声音响起 你也清晨极了 这个人怎么好心当成驴肝肺呢 你这人到底有没有听进去我说的呀 我的事情就不劳烦你费心了 另外这次的事情说到底就是你惹出来的 所以麻烦你可以离我远一点吗 北风一脸认真地说道 哼 聂青城跺了跺脚 转身离开了 但聂青城却是朝着聂狂人的住处去了 准备告诉爷爷 让爷爷出面调和一下 很快时间到了中午 一偷偷牲口被牵了出来 开始举行祭祖大典 以往祭祖大典所用的祭品都是妖兽 现代天地灵气稀薄 妖兽难得一见 是以现代用的都是普通的祭品 祭品为三生 五谷 六婿 礼仪繁杂 每个聂家人的脸上 都是庄重无比 三生和六畜呢 都是活的 孽狂人的手中 提着一把薄薄的刀 手起刀落 一头头牲出的头 被斩下来 放在案板上供奉起来 一股股血腥味 传遍了场中 让一些人有些不适应 鼓井下方的黑色蜥蜴的鼻子 狠狠地抽了抽 毛子缓缓地睁开 一双碎金色的毛子中 闪过了迷茫与沧桑 多少年了 黑色如巨龙的妖兽 开口说话了 语言并不是现在的话 而是不知道多少年前的古语 雪石的味道 这头巨龙一般的妖兽 比起西方的巨龙来 仅仅只是少了两根龙脚 模样看着一模一样 这头超级妖兽 抬头盯着上方 庞大的身体 开始缓缓地动了起来 一股股气血 开始从这头妖兽的 心脏翘血之中 流向了全身 妖兽身上的气势 越来越庞大 一头巨瘦苏醒了 翅膀上两条 胳膊粗细的锁链 一直延伸到 这座地宫的两道 深不见底的孔洞之中 这两条承认 胳膊粗细的锁链 光芒暗淡 再坚固的锁链 也经受不住 时光的侵蚀 五王 你困了我这么长时间 今天 我就要脱困而出 一飞冲天 这头妖兽的声音 在地宫之中 不断地回荡 震耳欲聋 北风突然感觉到 有些心悸 像是有什么 不好的事情要发生 当下暗暗地警惕 环顾四周 给我开 地宫的大门处 妖兽的黑色翅膀上 蹦射出了乌光 乌光之中 透露出了一股 令人心悸的力量 针 铁链瞬间崩得笔直 一层层金色的符纹 在铁链上浮现 镇压着妖兽 一声龙音响起 黑色的妖兽 动用了寂静之力 浑身气血 攀升到了一个巅峰 锁链上的金色符纹 一点点地暗淡下去 然后 一个个符纹破碎 消失不见 当当 铁链断开了 年代久远 再坚硬的物质 也会受到影响 而这两条锁链上的金色符纹 也在漫长的时间之中 失去了大部分的神意 已经困不住这头 超级妖兽了 我终于自由了 看着断裂的两条铁锁 这头妖兽兴奋地吼叫起来 天知道自己被困了多久了 妖兽有些气喘 这样动用寂静之力 对于他而言也是不小的消耗 一对翅膀上鲜血淋淋 全是在刚才 争断锁链的时候造成的 血石 我需要大量的血石 妖兽抬头看向上方 而后震翅一飞冲天 轰隆 妖兽冲击在头顶厚厚的泥土层 然后聂家院中的古井 突然隆起了一块 超过三十米的巨大土包 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场中的众人吓了一跳 纷纷惊于不定地 看向场中突然隆起的这么一大块 快离开这里 下方有生物 北风的脸色大变 在下方超级妖兽撞击的时候 北风就感知到了一缕气息 仅仅是一缕气息 却让北风感到了心悸 下方绝对是有着超级妖兽存在 北风说完之后 不管其他人怎么想 提着玄三快速地后退 反正自己已经说了 信不信是他们自己的事情 死了也与自己没有关系 轰 没有人去关注 此时北风展现出来的速度 就在众人还在迟疑的时候 又响起了一道声响 如同地震一般 这片土地都在摇晃着 声响结束之后 院子已经全部地倒塌 一座超过百米宽 高二三十米的小土包 出现在了原地 此时众人头皮发麻 纷纷使出吃奶的力气 开始逃跑 三分钟以后 跑得快的人 已经到了青岭村 一些人才跑到一半的距离 北风动用了急速 直接突破阴障 到了青岭村之后 北风身上升腾起了 大量的烟雾 至于悬三 则是躺在地上 大口大口地呼吸着 在刚才那种速度之下 悬三甚至已经不能呼吸了 看了一眼后方 虽然看不到什么 但是北风却是感觉到了 一股庞大的气势 冲天而起 那粗壮的气血波动 直冲云霄 北风的气血滑盖 与之比起来不知一提 北风带上了夏真一家人 让惊魂未定的悬三 赶紧开车 为了避免麻烦 北风直接把夏真一家人 打昏了过去 北风没有把这个消息 在村内传开 就算是传出去了 别人也不会相信 就凭你三言两语 就让别人放弃 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吗 这太不现实了 只能生死天注定 希望没事吧